被驱逐出境的印尼银媒网红Faisal 以中文批台湾政府搞错方向 他指出其他国家都给差不多的薪水 但是没有逃成这样 为什么移工会逃逸或者是跑掉 他指出其中逃最多的是家庭看护工 以他曾在台湾十多年的观察原因有三 第一,是家庭看护工没有固定休息 例如早上长辈在睡 儿子女儿就叫一工扫地货买菜 到了晚上长辈醒了 又叫他抓备按摩 那什么时候休息 第二,Faisal指出 台湾政府一直没有好好管理仲介 又为有些黑心仲介胡乱收费 但台湾政府没有强力管理 更何况一工每个月已经有付1500元的仲介费 却还是层层被剥削 第三,他认为 台湾有些行业已经雇不到人 有这样的需求才造成一工一直逃跑 你们就在那边绕圈圈啊 在绕圈圈嘛 我想要看你们在绕多久 十年,二十年,三十年